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好 我是周乐 欢迎您再度回到《娱乐漫谈》 我们接着上一次讲的话题 就是请到了两位 是Bank of the West 在San Jose 全国一共有17个region 在San Jose 是全美国No.1的San Jose region的 这个district的manager 我一直给你乱换你的title 安娜佐 安娜佐 佐经理 那旁边这位是Gloria Wang Gloria你好 你好 观众朋友好 我是Bank of the West 这个中小企业商务客户关系经理 专门是坐在South Bay 也就是Silicon Valley这一部分 是的 我们上一次看了 你们两位的专访以后 让我谋赛顿快 原来cash flow在做生意里面 是这么这么的重要 本来以为一进一出就完了 原来中间还有这么多的窍门 今天我们要更深度的了解一下 cash management对于一个做生意来讲 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事情 确实是很重要 谢谢主持人 让我们再次回到娱乐漫谈 那其实在每一个中小型企业的客人里面 他们的cash flow cycle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在商业账户这一边 其实有很多的窍门 可以告诉大家 与大家分享 好啊好啊 跟我们分享 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收款快一些 就是拿到钱 把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 那然后又需要什么样的service 我们付payment的时候 又可以保证准确 而且又可以保证准时 不要有lay fee 那之间呢 在这之间希望我们有更多的现金 在自己的手里 这个中间大概有多少时间呢 那就是看这个有很多不一样的 跟Hillary有了 对有什么样的term 有什么样的discount 我们到时候都可以坐下来谈一谈 两声打造 为每一位商业客户来一个全身 全新的方案 全新的方案 2018年刚刚开始 非常要了解这个banking 也就是我们事业的partner 这一部分能够提供给我们 什么样的福利 是的 是吧 那在你们的客户里面 有房地产的 有高科技的 有做各种各种生意的 那中国人占了多少 其实在中国人的领域里面呢 bank of the west 还是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但是我们在商业 商业客户群里面呢 是很多人都很了解 我们如果出去 比如说有一单生意的话 其实很多人听到 bank of the west的时候 都会觉得说 哎呀 这一次又碰到对手了 所以他们都会觉得说 与bank of the west 去来竞争的话 确实是一件好事 OK 好 那你们的强项到底在哪里 这个问题两位都要发挥 好的 那我先说一句吧 那在中小型企业 这个板块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 cash flow cycle这一边 cash flow cycle 对 就是我们每一个 小型中型企业 这个每个老板都很头痛的事情 怎么样可以把我的现金 用到最好用到恰好 而且即使您现在做得已经很好了 而且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 可以再去 improve 对 always 再去 improve 那在这当中呢 我们有很多种的products 还有service 例如什么 对 那这个呢 就交给Gloria 来为我们想进 来 没问题听看 好的 没问题 是这样子的 反正各个做有商业的雇主呢 都是希望能够多早点收到钱 然后晚点付出去钱 对不对 所以你收钱的时候呢 你可以收支票 那你也可以收credit card 你也可以收这个ach 也可以收电汇进来 那这一部分的话呢 我们都有很多东西 可以替您服务 比如说你收支票的话 你通常支票拿到 你还要拿到分行去存 就浪费时间也很危险 现在路上交通也不是很好 所以呢 现在我们收支票以后 你就直接在你的办公桌上 就有一个机器 你就直接就刷机器了 然后通常呢 那你把支票放到银行里面去的时候呢 可能那张支票会被on hold 不见得你的三万块钱的支票 马上就三万块钱 放到你的账户里头来 可是你用那个机器的话呢 通常都是sanday sa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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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没有limitation 然后它有一定的limitation 那也是要看你这家公司 你的credit 这也是一些 我们要做一些credit的evaluation 这一部分 对它是会要有的 因为银行也要有个risk 因为万一您的支票拿进来的时候 对方付您的不是个好的支票 对不对 它如果说是退了票 那我们这不定要怎么处理 这一方面我们都要做一些 很多detail我们要好好地讨论的 这是在支票部分 那同样的呢 很多人说我收的payment是用credit card 我的客人是用credit card付我的 OK 那也可以 很多credit card merchant service 它是大概要两三天 它才会把这个credit给您 那在banker-wise这一部分呢 我们可以给你sanday credit everything is same day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很重要的一点了 一天两天三天 24小时48小时72小时 这差别可大了 一马一大折 这个中间啊 这个价差 是的 就means a lot 这个business owner 是的 那就是我们收款部分 那你付款部分也是一样的 很多时候呢 accounting department很忙了 他把钱忘了付了 那你不是要被罚款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一部分呢 我们付款也可以用点灰 也可以用这个ach 或billpay 很多的这种大大小小的 看您的公司的每次付款的 哪一种是最make sense的 他也会给你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 替您分析一下 然后呢 再看您的公司 你的营运上的需求 我们来替您量身打造 所以说这个cash flow的cycle 真的是包括付款 然后invoice collect and deposit maintain and invest 这个我们待会要谈到 control and monitor 这个公司的内部 跟银行要密切的联络 才会确保资金链 永远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 是的 谈到这个invest 这么小的钱 这么短的时间 有值得投资吗 这个呢 也是看每一家公司 自己个人具体的经济状况 那我们也可以说把它 如果有多余的钱的话 我们可以去放一个 money market account 最近公司这边 bank of the west 也有些promotional rate 哎呀 我们想要知道 对 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 是 Gloria会是你们直接的联络人 那也许呢 我们还有一种 就是说也可以 如果您feel comfortable的话 资金大一些 我们也可以去做 over night的一些investment over night sweep account 也是可以的 所以其中有太多种的方法 那就是说我们 所以每一家的这种 经济状况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来仔细的了解一下 然后再启定一个方案 是 我今天听到Gloria 还有Anna 你们都一直在强调 要量身定做 可是我们一般的人 就信任的几家大银行 那都是一些local的branch 好像很少有机会 碰到这个branch的人 会从这个角度 来给我们分析 我们还不知道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option 可以替我们商业的业主 达到这么大的福利 是 是 那Bank of the West 在这一方面 可以如何的improve 我们的cash flow呢 对 那我们就打一个比方好了 那前一阵子 我们刚好有一个客人 我们为他做的 cash management的一个product 叫做remote cash capture 就是说你已经不用再到 分行来去deposit 因为他太多的现金了 这样一个人生也不安全 一个也花太多的时间 然后也很伤脑筋 对 然后每天去数钱 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给他提供的一个product 就是我们摆了一个小型的保险箱 在他的office那边 哇 它可以直接把那个现金 就deposit到他这个保险箱里面 而且我们也是像Gloria说的是 sameday credit 还有这样子的设备 马上就可以收到 所以那是一个特别的保险箱 对 而且每一天或是两三天 要看资金的多少 会有专门的人员来收集 这个保险箱里面的钱 你也避免了说你自己跑到外头去存钱 how interesting 对 花时间也比较花人力 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哇 这个太有趣了 是的 而且其实我再加强一件事情 就是这是我们帮你把钱收回来 那有些公司呢 他们还是有或者有些餐厅 或者是他需要用 超市啊 对对 他需要有一些现金在手边上 尤其是我们的铜板啦 一些小小的铃钞啊 这些东西 他也可以有些money order给我们 我们就把这些钱呢 也放进他这个保险箱里头 那他们就 他我们之间他们就不用带到分行去 所以一个是two way street 对的 真是有趣 很多东西就是看您的需求 我们就会替您安排 OK 好 那这个是针对这个族群的生意的业主的话 那如果对于他在海外也有分公司啦 或者是他的工厂是在国外 那他们的需求 对于bank of west的要求就不一样哦 对 那我觉得如果是这种大型一些的企业 而且又有不同的time zone difference的话呢 那我觉得这个control是最重要的 那啊 与个人 安全 control 对 与个人的online banking不一样的地方呢 商业online banking有很多不同的layer的control 您比如说我是在公司做事的一名accounting manager 那我所我所可以做的是有一定的限度 比如说电汇的话 我只可以出到10万块 10万块以上的话 需要我的manager来approve 这些全部都是可以经过调节以后 可以设定的 所以不管那家公司的老板在哪里 哪个time zone他们有着一样的control 一样的control 好 那对于华人的业主来讲 有很多都是拥有很多property 那这方面bank of the west 又能提供怎么样的service 来improve他们的cash flow呢 是的 但是在有很多property这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些 比如说你买产品的时候 你买property的时候 我们替你贷款 或者呢 现在有很多净值equity在那边 我们也可以利用您的房子 你的building 商用building 来做equity方面的line credit 很多东西我们都是可以讨论的 所以呢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 我是常常就是说 希望大家给我们打电话 或者呢 说给我们交换一些意见 你可以告诉我们市场上的需求 我们也可以告诉你银行 怎么这样针对您的商业 而替你量身打造您的需求 这样听起来 Bank of the West除了很老牌 母公司是全球第八大 其实也很personal 非常灵活 这个都是我们平常都不知道的 并且我们平常在其他的 这些大银行里面都 没有办法得到这方面的资讯的 当然每一个银行的强调都不一样 可是我今天就突然对 Bank of the West 非常非常的喜欢 那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如果你也是商业的业主 那也需要禁止贷款 也要知道Bank of the West在哪一些产品 什么时候有promotion 就请打荧光屏上面的电话吧 谢谢安娜所经理 谢谢主持人 谢谢观众 谢谢Gloria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非常好的访谈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周乐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